電影王宅蘇珮 哈囉歡迎收看電影王宅蘇珮 我是主持人櫻花 這幾天大家是不是都在抓帕羅呢? 隨著遊戲爆紅 後續引起的各種話題 也一直在社群中不斷的被討論 相信最多人好奇的一定就是 任天堂是否會出手的吧? 沒想到真的有遊戲某的製作者 被老任查水表啦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呢? 我們來猜猜哈 幻獸帕魯搶先體驗至今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已經創下不少驚人紀錄 不僅超越CS2成為Steam同在人數第二名 更用了不到五天的時間賣出600萬套的成績 成為今年第一款現象級作品 隨著遊戲爆紅 各種魔改當然也是不會小的 其中最引起玩家注目的 想必就是這個寶可夢MODE了吧 其實遊戲自推出之後 一直被拿出來嘴的 就是抄襲寶可夢這個話題了 所以當寶可夢MODE一推出 立馬就受到許多玩家關注 但僅僅不到24小時 這名MODE作者就在X表示 自己被任天堂查了水表 可見這MODE真的是觸發到了老任的底線 雖然不知道任天堂是否會有進一步行動 不過可以確定老人已經知曉幻獸帕魯的存在 此外玩皮口 一名開發者也在社群直接開炮 認為幻獸帕魯的製作方式非常邪惡 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他們作弊 對於內容感到相當不滿 遊戲的成功肯定會伴隨不少負面聲浪 但相信喜歡它的玩家還是會肯給予非常多的支持 究竟幻獸帕魯未來走向會是如何呢? 就讓我們持續觀察下去吧!